欢迎大家来到汉巧的看新闻学中文 每天几分钟让你的中文更进一步 下面我们一起听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 这一则新闻播报了在恩施发现了非常漂亮的桃花水母 今天我们会重点讲解新闻里提到的三个词汇 罕见 冰威和物种 我们先看第一个词 罕见 罕是指少 稀少 罕见是指很少见到 难得见到 本篇新闻提到恩施市供水河2号发现罕见的桃花水母 另外一则新闻提到 阿拉斯加州大部分地区经历罕见高温天气 最高气温超过了32度 创下当地50年来最高记录 第二个词 冰威 冰是指临近 接近 威是指危险 而冰威在一起是指接近危险的境地 常用来指 冰威快要死 本篇新闻提到 桃花水母快要冰威 另外一则新闻也提到 2016年9月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 将大熊猫的保护等级从冰威降为一威 这个新闻里提到的冰威不是指一只大熊猫 而是指整个大熊猫群的生存状况 这也跟我们今天要讲的下一个词有关 物种 简称种 物种是指一个动物或植物群 不同的动物或植物群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不同的物种 物种是生物分类的基本单位 比如说 大熊猫是一个物种 本篇里面提到的桃花水母也是一个物种 在本篇新闻里提到 桃花水母是世界级冰威物种 被称为水中大熊猫 那这个意思是 桃花水母整个物种越来越少 在不久的将来可能要面临灭绝 另外一则新闻提到 科考人员在巴西新发现了一些恐龙化石 他们根据恐龙的化石判断 这属于一个新的恐龙物种 好了 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的三个词 罕见 罕见 恩施市供水河2号发现罕见的桃花水母 冰威 2016年9月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 将大熊猫的保护等级 从冰威降为溢威 第三个词 物种 桃花水母是世界级冰威物种 被称为水中大熊猫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